你知道什么样的水浇花是最好的吗 就是这个 这个水呢就是雨水了 其实这种水来浇花是最棒的 为啥呢 你看在书上面写哈 这种水是叫无根子水 无根子水呢 它就不会有水碱 而且呢 大家也都知道 你像植物需要的一些个营养 你比方说碳氢氧氮氮氮氮钾 空气里面基本上它都有 空气里面基本上都有 你看 碳不用说了吧 人呼出来就是氧化碳 氢和氧就是水喽 是吧 你像还有一些个氮 空气里面80%的都是淡嘛 70多是吧 都是淡 所以说呢 雨水啊 它这个里面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再一个呢 它不会有水碱 像咱们自来的 如果有氯气水碱 而这个水呢 就会更棒 很多的话 老万一既然你说雨水这么棒 为什么我们南方的花友 洋洋都被水淹死了 你你再好 你大概比方说啊 这个烤香肠好吃 你吃多了 它也撑得好 还是一个道理吗 但是呢 这个水是这么个水 反正的话 我也是不停的去给大家建议啊 我就建议大家呢 就雨水的时候 多接一些雨水用来浇花 是很不错的 第一个呢 它不会导致你的一个盆土简化 反正的话 老万一 我这个盆土简性大 这那那那的 您啊 就这个雨水可以多储存一些 里面是没有水碱的 像一个盆土的一个简化呢 多半都是因为浇质来水 还有大家适用一些大量的一些肥料 导致的 其实你多浇一些雨水啊 弄一些桃米水啊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前期全件是什么呢 大家伙用的是泥土和沙土 如果说你用的是炒炭炉 或者是泥炭炉这种 你再用这种 翻掉的桃米水就不行了啊 简单的一盖它 再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雨水呢 它同时也会夹带着一些病隐下来 如果说大家那边长期的一个美雨天啊 阴雨连天的那种感觉的话呢 一定一定得注意就是一个沙蕴的一个工作 像尤其是很多花蕴的养月季 基本上每回大雨过后 或者每回下过雨之后呢 都会铺一遍的沙蕴要来雨防一些病菊呢 所以说花蕴有盖它一个点 用力就必不 雨是好东西啊 用的好了 哎 不是 用的不好 也像山里面一样 哦 希望出货水 也理解这个水 养花最好的水 我说是雨水 没人反对我应该 嘿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正义 来啦